好,那白疆纏就是纏 就是我前面介绍过的 当你有皮肤有 开完刀伤口 一个伤口 我先写 白疆纏 白疆纏 如果你这个开刀,开完刀很多女孩子肚子 然后剖腹斩,开完刀以后呢 哎呀,那个剖腹的刀口,中彩一块 红红的一条 像阿拉斯加大脚蟹的脚一样 肥肥的红红的,怎么办 红红的,这个白疆纏 是伤口的颜色 你那个伤口,老师,我这个腿好漂亮 就一个伤口黑的,有没有 你用白疆纏塗上去,它会把那个皮肤 颜色会变掉,变回来 变回正常的颜色 那你用白疆纏 那我们前面介绍过的 那个芹椒,你可以使用 芹椒,收敌那个伤口 能够让伤口平复,然后呢 白疆纏的目的是要让颜色 变回来 所以身上有斑 像我们台湾有一个,正台湾有一个 姓宋,脸上都是马子 马脸是跪向 脂肪感很高,马脸很多的斑 不好看啊 白疆纏 白疆纏使用 你不要把那个白疆纏直接放在脸上,吓死人 你把那个白疆纏就是纏嘛 死掉,死掉了 它的那个僵硬了,对不对 你把那个纏放在上面,纏宝宝 你不要打成粉,放上去 不要那么死哦 把那个纏放上去 吓死人,老师这个纏停在还会掉下来怎么办 有打粉,好不好 外疆 可以敷的使用 好 那白疆纏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钉 那个舱钉的时候 钉就是有个硬块在里面 它有很深 这个白疆纏放在上面 它可以拔钉 拔钉啊 这个,你摸下去有个硬块在里面 那个白疆纏涂上去的时候,钉会往外走 吸出来 再深的根 那仓的根 再深,白疆纏都可以把它吸出来 所以就是外用 外用的时候要打粉 打粉 那一幅可不可以 那一幅疆纏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最多的地方 只要头痛 几乎是无往不利 它,你看看疆纏的 它是主要呢 它是,你看 这个本经的原文 有没有,自小而经 液体啊,去三重 这个灭黑 什么叫灭黑? 不是扫黑哦,就是脸上黑斑嘛 白疆纏可以变白 令你面色好,对不对 好 所以你看好,它这个产地 有没有,蝉的病 就是死掉变,蝉宝宝死掉变僵硬了 那味道是咸味腥味的 好 组织 驱风化痰的药 好,所以牙齿痛,头痛 好,中风失音 好,结合喉咙也脏 好,喉咙这个,比如说甲状腫啊 淋巴,腮泻炎啊 淋巴,肿瘤都可以使用 好,那皮肤中好像有虫在跑 皮肤中有虫在跑 并不是,你就感觉有虫在跑 但不见得是真正错 那就是蜂的症状 好,我们要开一些驱风的药 好,像,如果这个蜂是在表面上 戒窗,你就可以使用 金戒 老是在皮肤下面,对不对 你可以僵残 好,开在皮肤下面 好 外用 好,所有的斑痕 那个仓长得很难看的 颜色都不对的 都可以使用 好 好 这个 所以,徐令他还说 能够驱风足坛 你看一些名家写的东西 你几个名家写的东西 你几个名家写的东西 就他临床上有经验 好 所以我们吸取 中医就是要吸取前人的经验 好 所以江禅用的很多 用的很多 那厨方的时候 你知道江禅 好,两钱 如果头痛很严重 三钱 尤其头痛 哇,那效果非常好 好 这个 这个 我常常使用 比如说头痛 记不记得我们前面讲过 川雄 对不对 头痛 中医一定开川雄 因为川雄 活血化液 能让血管扩张 江禅 还有一个呢 白腹子 白腹子呢 是我们知道头痛的 也是驱风的 那这个是草药类 这个是动物性的药 这个是把血管打开的药 这三个药合在一起 各种的头痛 都去掉 当你重剂 用到很重的时候 头痛完全没有减轻 你用的再重 它还是没有减轻 那根本就是脑瘤 才会有 否则 痛都去掉了 好 所以中药 可以帮助你治病以外 可以帮助你协助你诊断 里面有没有找东西 因为中药只是止痛 没有弓间的功能 那里面有脑瘤 你怎么知道你的脑瘤呢 有的时候脑瘤很小 所以它半身没有瘫痪掉 一般的脑瘤比较大的时候 它一边会瘫痪掉 或者眼睛视力会有问题 或者怎么样 那看它在哪个部位 那脑瘤很小的时候 脑瘤很小 或者是脑部有 阴瘤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 它侦测不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的药物 可以帮助你告诉你 好 你药下去 还在那里面痛 就有问题了 好 所以使用了很多